因为这个礼拜六 是总统大选第一次辩论 如果被大家讲到之后 还在讲世子的问题 如果没有新的题目 就纠缠不清还是世子 我们累死了 我们来换个题目 你刚刚打起来头小 英文 大写小写 这小写被写大了 它还是小写嘛 当然 这B也是看没有 你本来小写字体 你怎么写这么大 它也是小写 是 谈世子就是结果 它是小事情 你拼命谈谈谈 谈了不停 还是小问题 为什么呢 舍本珠末 我们要解决真的问题 谈了那问题哪里 农民穷 为什么穷 要使他有钱 偿富于民 偿富于农民 这点做不到 今天谈世子 没人谈别的 都是舍本珠末 所以今天我觉得 涉及总统问题 位阶要高 谈到舍本珠末 好 昨天晚上在节目里面的时候 文健在节目里面提到的 那个感觉说 宋楚瑜是不是应该 应该要考虑上皇健宣的大智慧 当然讲马英九也应该有大智慧 讲到类似这种 老师哥 你刚刚一开始有讲说 你有听吗 对不对 你听的感觉是 听到了 一边听 还写了五月的这个记录 好 那你觉得 宋楚瑜该走这条路吗 因为陈文倩很糊涂 很糊涂 很糊涂 你要不要对着镜头跟他说 你对着镜头 就是亮灯的那个 你就直接跟他讲 就当他是文件 我就看你比较宽敛 为什么 女人在两年是很糊涂的 女人一般女人 再聪明的女人 一碰到爱情 就糊涂了 就糊涂 做错事 第二个问题 就碰到选举也会糊涂 也会做错事 一般的女人 陈文倩也不例外 他最糊涂一点就是说 昨天发生了个问题 我们都谈到说 鼓动宋楚瑜最后是 欺送宝马 还是这样子 陈文倩不是 昨天很严重了 他说送欺宝马 叫宋楚瑜本人主动了 你学宝念轩 宋楚瑜主动弃自己 然后去宝马 自己弃自己 所以就更严重了 所以我说陈文倩糊涂在这个地方 哎呀 来一段吧 来一段 好好来来来 来一段说很解释 弃怎么写 这是古字吗 一个世界世子 然后一个木字是吧 错的 这个字大家写的时候 都写错了 这个他正写 不是世界世子 是连过去 一二三连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基纹里面 甲骨纹里面 什么意思啊 一个小孩子头戴个帽子 放在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 摇曼里面 摇曼里面 不是摇曼里面 开车 我们叫什么 这个奔斗 就是那个 我们的北方 很激 波激 两根手 拿着这个奔斗 放在小孩子头 干什么 淹死他 小孩子解决人口问题 就是生出来养不了 气的意思 你不是没有 没有避孕器 生出来 生出来之后 尤其女孩子 要摆蛋 淹死 气女 淹死的时候 就这个动作 中国人为了 消灭人口的压力 专门有一个字 叫做气 像一个文字 变出来的 这个字好有 三千年历史 表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叫气 气这么来的 好了 气 宋 保 马 本来这个问题 已经是 一路跟着宋楚瑜跑 就是你怎么都不对 连续人数不够 然后一路唱衰他 是不是 所以他说的三步 然后我们的邓小妹 还说最后宋楚瑜 回归老国民党 还要回来 就是这个念头 一直追着他 到陈文倩出现 非常可恶的 他叫 宋气 保 马 怎么可以这样子 陈文倩怎么可以这样糊涂 而且目的说 昨天节目里面出现了 你问到 陈文倩的意思说 宝马的意思是说 宋最后得自我阉割 然后把我的证件 交给你马英九 请你执行 然后你们大家会投我的震党票 怎么可以这样子 叫宋楚瑜 去王炼轩剪钩室 是不是 就这样子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有你的证件 如果马英九可信 今天宋楚瑜 不会伤心泪尽 马英九不可信 可是陈文倩说 那马英九最后得到历史的 对啊历史的评价 制裁 他大概有四年 再给他历史制裁 拿我们人民当什么 当白老鼠 他接受历史制裁了 我们要耽误了四年 我们都白老鼠 所以陈文倩这个论断 绝对是错误的 荒谬的 荒谬的 并且是非常不公道的 好不说 他昨天替连战解释 本来说民进党 说他有两百亿的地 两万平 结果后来发现 点错小数点 两百 两百平地 刚才我举个例子看 两百平地怎么样 南京西路这块地 现在怎么样 日本人卖给他 不可能是日本人走了 国有财产地 经过了一个月 零十八天 政府财产就卖给连战了 怎么可以卖给连战 卖给连镇东 给连镇东 连镇东后来给了连战 是吧 就这样子 过程不归差 到今天为止 陈文倩还为连战护航 怎么来的 因为当年陈文倩 受连战的委托 或者勾结 替国民党操控搞选拘 拿了钱嘛 最后崩了盘嘛 为什么 最后陈文倩说 要开放一个路子 给陈哲扁 公投 那个路线 就是公投 紧急事变公投 陈文倩开给他 陈文倩说 陈哲扁不敢玩 陈文倩 吹扁就玩给你看 就是防御性公投提出来 这么陈文倩判断了一塌糊涂嘛 马英九跟他搞犯定那一次 马英九从中央党部说来 否认陈文倩可以替国民党讲话 那如果他们俩这样搞翻 那为什么陈文倩还要主张这个样的感觉上是选情上是对马有利呢 如果他们俩是搞翻的 而且他在上一次上个礼拜在节目里头 他还为了冒想价是K马K的很赛 所以我才怀疑这里面有连战介入 我才怀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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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北京看嘛 北京属于马英九嘛 那连战就碰马英九嘛 就一个反马英九 那跟文倩的关系是 你去 我认为 他是在帮连战 他的意思是说文倩帮连战讲话 你会打电话问文倩啊 我从来不问好朋友不主动告诉你的事情 可是我会公开揭发这个事情 我非常不高兴 昨天写这个文艳笔记 一边写一边光火 总统有政治人格 不肯费神 跟李登辉搞翻 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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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现在国民党 你觉得现在国民党会这样整他吗 因为他一直点名国民党 那蔡伟仁他们就是国民党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就是你点我我也不能够讲你什么 国民党整他不严重啊 连陈文倩在整他就是你